我呀 那我呢 就是喜欢唱歌 但其实后来还也放弃了 后来也放弃了 放弃了以后 你不是开服装店呢吗 对 我还开过服装店呢 开过 而且卖服装 那点钱呢 全是我们的付员费 我们就拿它当创业了 当时啊 是歌也不想唱 曲艺更不用说了 曲艺已经就是 根本就 也不碰了 撑了一年不行 后来我们就是 就真的快吃不起饭了 就家里人已经着急 急到已经 就是你想啊 就是两个 两个大儿子 原来人家都羡慕 我说你看人老郭 他们家有俩儿子 人当兵去了 又立了功 然后现在看看 就是混成这样 但是那会儿是什么的 那会儿我爸老跟我说 说什么呀 早晚你们俩得回这行来 就是我爸当时 爸爸那个时候就说了 我现在也不管你们呢 你们逆反 那我也不说了 反正我就跟你 最终一句话 你们早晚还得回这行来 那那段卖服装 赔了多少钱 能具体说数吗 再加上借点钱 反正应该赔了二十吧 二十万吧 赔了二十万 那就是第一次创业失败了 就非常失败 我听说那时候 还做过煤的生意 特阿家 我跟你说 别人一说 咱们联系火车皮 咱们弄煤 就是想找人煤厂 然后联系拉拉 就那会儿 太幼稚了 人家一说这刀都没好 就去了 就是简直幼稚到 别人要把你卖了 你都不知道怎么卖的你 其实当时可能也是 出声牛肚不怕虎 有一股这种冲劲 其实说白了是什么 着急 那会儿着急想挣钱 挣点钱 要不然你说 对吧 你没有收入啊 所以那阵你们俩 关于这个倒等煤 自己还调侃了说 这叫什么来着 倒霉 倒霉了 对啊 不倒霉 你倒霉没有啊 今天要是不坐下来聊 我还真不知道 就是哥俩有这么多 丰富的这个经历 唱过快板 唱过歌 倒等过服装 倒过煤 没错 我是怎么回到 喜剧的行业里面 正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梁后明先生 就是我在考部队的 那段快板作品 是梁先生给排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叫老师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 还不叫师父 叫师父 先生说这个 我要收徒了 关国梁现在干什么 他说天天弄服装 弄的没 现在也不是 说别让他俩干那个的 说现在啊 还得回归到快板啊 这个曲艺里边 摆完诗以后 当时印象特别深 我当时就想给李京打电话 我说我能不能到 你的园子里去演出歌 李京是我师哥 其实当时啊 我会的快板啊 我就会一段 他问我 他说你会什么呀 我说我会十多段 我当时真的就是 为了这个机会 当时就是直接就说了 后来我跟那个李京 我们后来还在一块开玩笑 我当时把你骗了 他说骗什么骗都没关系 这不叫什么事 这那个当初那个 你弟弟那女朋友 上的当更深 当时收入怎么样 最起码 最起码你能吃饭 对呀 最起码不赔钱了呀 对呀 他一直在陪呢 我也特别感谢啊 这个我的恩师 也感谢李京 庆幸的是 当时梁先生 把我们俩给收了 如果梁先生 我要不拜师的话 我估计到现在什么样 我还不知道 我们俩什么样 真的不知道什么样 那最后怎么又从 说相声 然后到演小品 到喜剧人 人家都有这种心态 你比如说你快板唱完了 然后呢 该他们相声了 相声铁好 嘎 乐哗 鼓掌 那心当中就觉得 还是有一颗 想当绝儿的心 对呀 就是一看人家 一上台山崩地裂 我得来这个 然后我有一次 记得特别清楚 我第一段传统作品 第一段是《论棚斗》 一泥到底 我说就是一个 一个包袱都没想 后来我们说怎么弄啊 传统作品 咱俩不合适 比如您看《论棚斗》里边 也有那种东西 我今儿出来见你爸爸了 对对对 你见着我爸 他爸爸就是我爸爸 你俩一个爸爸 我们俩是一个爸爸 所以你这些包袱 说出来以后 就没法演 观众他 他没法演 他带不进去 对 从那儿 废掉以后 我们俩就自己编 就开始抓错创作了 就我们俩原来 说的一个特别好玩的一包袱 你肯定听过吗 就七星九两嘛 我们俩加起来八斤 他七星九两 我说我就一两 就这包袱 当时我都特别 他不赞同 对 他觉得我写的 你写的想不了 我说第一 观众也不会露 我说你胡写 你这属于 你不正常 到台上 当当地想 后来我就觉得 有一点敲门了 我们俩所有说的相声 全是自己写的 就我都是自己写的 好